喂? 喂? Kennie仔 哎呀,媽咪 什麼事?媽 是呀,你和 袁妹一起 是呀 哎呀,阻止你們拍拖 我想 你幫媽媽買些東西 玩什麼? 因為枕頭袋有口水積,我想換掉它 是呀,你就幫我買一個枕頭袋 不要,買了兩個,成雙成對 買完之後,就買一些方便便回來 因為那些麵,香港的牌子就不是 吃得好,吃得好有些牌子,我想買一些 韓國和日本那些,是呀 聽不聽到呀,兒子 你聽到嗎?你買完之後 你再多買幾宗水 有些人說你喝礦泉水有益 你還好買三雙,買三雙礦泉水 媽媽有事剩下我,我來洗麵 還有,我怕你昨天買些瘦肉不夠 你幫我買多四個五餐肉 你老爸說現在喜歡吃五餐肉 還有,韓比仔這些臭泉水 想多吃那些朱古力 還有那些朱古力棚 你還幫我買些芭蕉便行 我為何妨礙你拍拖呀 呀,行了行了,我搞定了 唉,這樣搞定,怎麼拍拖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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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兄弟 走路大眼啊 頭瘋瘋那樣 咦? 你不是Cennie? 那麼好 怎樣?看你瘋頭喪氣好像不太多精神 有甚麼煩惱?讓你幫我解決一下 我的媽咯 你的媽?不是說病了嗎? 又叫買那樣 又叫買那樣 我約了女兒去過街 買多少?老人家的東西是買菜 買斟壽傭 是呀 就是買那麼多東西啦 爸爸沒有這期那麼喜歡買東西 總之麻煩 我明白的,因為我曾經有過這樣的苦惱 爸爸媽媽又買這個買那個,一天都要買 幸好,我聰招好東西你享受 去759 有齊了,真的有齊了 一次過完成 一個小時內包你買了你媽媽 你爸爸想要的東西 接著就去看一場戲 對呀,759 Hello,大家好,我是阿Ming 你們現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做甚麼?我做中醫 好,剛剛聽荷爾斯說了幾種脊椎病 頸椎病的頭兩種 另外還有幾種,因為你分六種 沒錯 移邊移前移後移得深移得淺都不同 第三種還有甚麼可以說 剛剛說了神經筋型 還有脊髓型 第三個呢 就是動脈型 頸動脈型 即是一條大動脈 不是,只是頸動脈,而是大動脈 簡單一點就是血管型 因為有時候必必一定是頸動脈 總之是血管,也會的 如果摘到頸動脈 因為像你剛才所說的 腦所有的指令 所有你要做的事 摸女仔等等 都要透過腦 透過頸傳達到下面 身體其他部分 其實相反 你的腦要被血液供應到 你會靠心去摸 大家知道 心去摸到腦部 也是靠頸動脈 所以 內部和外部都要靠頸動脈 如果你的頸動脈 血管被頸椎紮住了 鎖住了 血液就不能上去 如果血液不能上去 如果血液不能上去腦部會怎樣 那便會痛 塞 塞 塞便會中風 是嗎 未至於 因為不是血塊 是塞 血液不能上去 腦部不夠血便缺氧 缺氧 缺氧第一件事便會昏迷 重則昏迷 輕則便會頭暈 如果有人經常頭暈暈 頸部又痛 有機會是這個類別的症狀 而且很多時候 一動便會暈 一領頸 一領頸那一下便會暈 那些人經常說 蹲下起床見頭暈有沒有關係 其實蹲下起床見頭暈 很多時候 血液不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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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的 正常的 原本蹲下起床見頭 身體比較矮 熟悉一點 自然不需要太大力去泵 身體一拉直 站高 自然身體要大力去泵 所以一下半下 雲雲雲的 或者覺得那一下好像有點浮 其實很正常 很正常 但我們通常說 血管型的頸椎病 就是你領頸 一領頸 你便會覺得 眼前黑一刻 眼前黑一刻 甚至是個人發浮 我看到Kenny也忍不住 靈一靈試一下 Kenny的橋頸應該有些東西 我知道 他的橋頸也硬 應該有些東西 硬正的 又開電單車 應該護得不錯 又隔不時硬 對 偶爾有些東西 除了血液還有些什麼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比較複雜 就是膠感神經型的頸椎病 膠感神經型的頸椎病 知道膠感神經型的做什麼嗎? 這個真的不知道 是膠感神經嗎? 是什麼呢? 膠感神經 其實就是我們神經系統裡的 一對系統 就是膠感神經系統和複膠感神經系統 那正、複有什麼分別呢? 簡單來說 膠感神經就是負責令人興奮的 這條頸會興奮 就是負責令人興奮的 譬如控制你什麼 控制你心跳 你呼吸 如果膠感神經系統受刺激 就會令你呼吸快一點 心跳密一點 個人有緊張的感覺 或者刺激、緊張、興奮的感覺 面部泛紅 不止面部 對 對 複膠感神經就完全反過來 就是令人冷靜的 平靜的 譬如你緊張的時候 你不會去廁所 你不會急的 因為排泄就是人正常會做的事 或者肚餓是人正常會做的事 很多人緊張 你膠感神經系統受刺激 那時候你就不會覺得肚餓 或者你不想去廁所 你準備上台了 你去做節目 你自自然而言 就不會多糟糕 即是最近股市搞到這樣的人 就下午不吃東西了 對 沒錯 就是膠感神經系統不斷受刺激 這樣 我們頸椎 如果是某幾折 因為我們頸椎側 有些膠感神經折 在哪個位置 大概四、五、六 這幾折 附近 即是後面的 中間 頸的中間部分 未到肩膀 對,未到肩膀的位置 如果這幾折出現問題 剛好摘到膠感神經折 就會令人出現這些 剛才所說的 心慌心跳 流汗 突然之間很緊張 因為你剛才所說的症狀 很多時候是太太口服役賣的廣告 是 心煩 氣躁 多疑 甚至乎有些人 本身就像是內心外 那部電影 經常有多仇善感 如果沒有 配合頸痛 你可能就會想其他 但如果配合 你剛才所說的 後頸四至六折 那些位置之間有痛 即是有機會是 因為頸痛而引發到 人變成這樣 而不是本身 剛才所說的症狀 即使是頭暈、頭痛、手麻痺等 都有其他原因 所以我們做醫生負責做的事 除了懷疑你是否有這個問題 也要去驗證你是否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說得對 有可能是關於頸時的 所以我們也有其他檢查 這個想不到 你心情不好 原來是關於頸時 對於我來說是哥倫布 對的 膠感神經 膠感神經 膠是膠感神經 膠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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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掌知識 掌知識 掌知識 掌知光 沒錯 這是膠感神經 都不多見 但會有 始終都是手麻痺、頭暈的 另外那兩個 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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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砸到局部的肌肉 主要是圍繞頸、肩部的地方痛 這個也比較輕輕一點 好彩地 輕輕一點 易膠一點 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只痛 另外一個 少見一點 也嚴重一點 就是食管壓迫型 食管和頸 因為食道就是在頸 追到前面 所以如果頸剛好 退前了 又未去到摘到水 你可能會壓迫食管 會經常吞東西 有些問題 也會經常想吐 對 不知那些人 作悶以為自己有了 對 原來只是頸痛 沒錯 但這是少見的 什麼情況下會引致到這個情況出現呢 其實很難說的 要視乎每個人的生活 平時工作 或者平時講電話 睡覺等等的姿勢 也要看他本身的生理構造 會不會令他容易發生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做醫生 到最後發現了一個問題的時候 都是反過來的 純粹透過一些檢查 或者透過一些事情去找回 我是不是這個問題 但他怎麼來 有時候都是故事 所以你問我詳細原因 就真的要診症才知道 對,真的要檢查 這個很重要 沒錯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頸型 神經筋型 脊髓型 動物型 膠感神經型 食管壓迫型 就是最基本的頸椎病 大家對頸椎的認知 沒錯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我懶惰剛才說 只是喬良 我懶惰的 但原來還有一些膠感神經 你不說我也不記得 我以為頸和食道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食道是入口便會下 因為食道很自然 一想便會下 喉嚨釘耳鎖骨 喉嚨釘對下 原來是的 那些膠感神經濟大 原來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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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不過這是臨床上較少見 可能幾千例 一萬例才是一例 很少見 但如果聽你這樣說 普遍都是因為移位 和勞損 可能比較分了急性和慢性 有些可能是因為急性 導致到頸椎病 病本身應該是多數慢性盧損 沒錯 加上你剛才說的 揮邊性盧損 就是急性 除了這兩種之外 其實是否應該都包覽所有病因 還有一個較少見 就是剛才我講過的內科問題 可能是骨質問題 或是很嚴重的 可能是癌症 可能是癌症 在其他地方有癌症 然後去了骨 然後去了頸 上了頸 那就再壓住剛才有機會 說到那些位置 對 沒錯 或是你的頸骨質疏鬆 然後出現的其他頸武力 你問我 通常建議人 幾大都幾大 我在公司是這樣的 我幾忙都好 我想我一個多小時 我就會離開那個位置 走兩分鐘 一分鐘 可能他在同事的位置 搞他的電腦 這樣 吹一下水 就是 找他喝東西吃 咬水吹 就是靠這樣來 散一散 然後如果有窗 盡量看一些軟一點的東西 是啊 讓自己的眼睛更好 我都叫病人 就算你真的起不到身 動 你起碼要動頸 是 那你坐在那個位置 動一條頸也可以 其實是的 大哥 我覺得你檢測少一分鐘 遮什麼地球 還未到末日 應該可以的 不會突然間不動的 對 檢測少一分鐘 沒有理由 譬如這六大 通常你醫治的手法 會怎樣醫治 要視乎他移位的情況 當然醫治上就要配合中藥 亦都要配合我們的骨傷手法 就是我們經常都聽到的鎖頸 是 這個我想問 中醫是不是都會和人鎖頸 中醫經常都和人鎖頸 但你鎖頸 我先不問 我知道一鎖頸 當然是適合 對 你作為醫師鎖頸 你害怕嗎 一開始當然害怕 現在鎖頸 習慣了你真的不害怕嗎 現在鎖頸 吃飯了 因為你很清楚摸到那些位置 哪裡容易 對 就把他推回正 而且其實 我們中醫學行業裡面 或者整個行業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科目 或者不同的門派 其實骨傷手法裡面也有很多門派 只是這一行也有很多門派 有不同的鎖頸 簡單來說兩個 第一個就是全頸椎鎖的鎖頸 就是用一個整體的動作方法 令你整排都動了 我們說頸椎的七折 簡單來說 是否像泰式按摩那隻鎖頸 泰式按摩那隻 又要舉手 又要摸下山 我覺得比較誇張 我們不會的 其實我自己做的就是做全排的 我們的理念就是 因為人體是一個 自己調整的能力 因為你的筋腱 或者你本身的肌肉 應該是兩邊平衡的 你一直說我的頸部 一邊很癢 你繼續 是咒語來的 好像很想找人下 所以我們一按摩那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 給外力 讓你有一個歸正的機會 就是我們給你一點力量 讓你自己移動 其實是這樣 我們的概念就是 所以我們是全條鎖的 全條頸這樣拿起去鎖的 但是有某些門派 或者某些手法 就是逐節逐節鎖的 那不是功夫繁複很多 功夫繁複一來 二來我自己個人 不是很傾向這個鎖法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些很細微的儀位 其實不是意思 摸就摸到 也有時候 除非你的功夫真的一流 你完全拿裂了 要不然你做手法的時候 你不會100%回復了 所以其實會有不乾淨的情況出現 不乾淨的情況下,反而會怎樣呢? 不然還是有痛,還是不舒服 可能位置不同了 你經常說眼妝眼貓眼不乾淨 手法不乾淨,還差一點 但我想問,鎖頸手法這件事 是天資、後天、年輕、老人家 哪個會比較好,還是不能這樣一概 你的醫師還是病人? 醫師 譬如我去選醫生 你知道鎖頸是很重要的 突然他跟你說鎖頸 我是否要選對的,你要信得過的中醫 對,對,對 譬如我怎樣去,是否很容易歸到 譬如說,這些事很老實說 靠熟能生效,真的做得多 如果有這麼多一年就知道,會好一點 但是太老又不行 因為可能心裡不夠力 或者定點,我就是不知道 還是沒有的 其實都是看回門牌 或者甚至乎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人對人的點 我相信坊間很多人都會常常 考慮和懷疑 而是說,可以嗎? 可以嗎? 一定會有些人 還有你去按摩 當然會有人說,不要鎖頸 按摩我理解 因為那些人真的太參差 但譬如你有醫師 當然一度執業的 suppose 應該每個人都可以 但你知道,就算是小時候 都會有醫療意外 當然當然想選一個貼心 你故意知道是首選 但萬一你放假 我都要找人鎖頸 我覺得看幾件事 第一,就是像你剛才所說 看你和醫師之間的信任 我自己都會看 我都要看病人信不信我 因為我覺得鎖頸 一定要本身病人自己放鬆 說得對 因為你不鬆 你就很容易被鎖 即你的肌肉鎖住了 鎖錯就容易鎖錯 所以變成信心是很重要的 我順利完全放鬆 我把肌肉交給你了 沒錯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對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幫人做的時候 我都會感覺到他鬆不鬆 你會否拒絕呢 即如果他太緊張 會的 我會說不行 你還是很緊張 或者我們下次再做 這個很重要 他通常都很理解 因為他真的太緊張 他自己知道 哎呀,不好意思 我也有其他方法 我鎖不到 我都會有其他的手法 或者其他的方法 幫到他 我不是只靠鎖一招搵食 我覺得做任何醫師都是 你只靠一招搵食 那你死吧 當然 所以也有其他方法 當然鎖的效果是會很好的 像你剛才所說 一鎖都鬆了 鬆了 突然間 你不只是頸 你的感覺是由頸到肩膀 拉到背 都可以 你鎖得那一板夠硬 所以也有人鎖幾次鎖上鏡 會 但我經常說鎖得太多 又會不會太不好 會的 很多問題 先逐個答 說回剛才那個 怎樣選擇醫師去鎖頸 第一要信任 你要放心給醫師 沒有你的頸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像你剛才所說的 你緊張 你肌肉緊了 其實受傷的肌肉會緊高 是 你鎖完後 你會不舒服 是 變相其實醫師做了 當然沒有做過 是 或者做更差了 這是無謂的 這是其一 其二 就是你可以看看醫師的手法 如果他 因為他一定有準備方法 準備的動作 是 例如他要捉住你的頸 又或者他要托起你的頭 之類 你可以看看 那個動作 會不會令你很不舒服 如果這個預備動作 已經令你覺得不舒服 令你覺得 他捏你的力度好像很緊 例如他捉住你的頸 或者捉住你的頭 你已經覺得 喂 他捏下來這麼痛 或者令你覺得 好像他也很緊張 是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這個時候 不如說 算了 不如就 等你再相信我多一點 不如 你直接問他 他說 我好像還未預備好 是 你不用說不相信他 是 你自己還未預備好 這樣 意思是熱下台一點 你又好下台一點 是 這樣 我覺得最主要是看這兩件事 其餘手法的事 真的是各花各門 各門各派 我覺得很難一概定論 這個就行 這個不行 很難說華山好打 還是昆倫山好打 可能華山的大師兄 會打得贏少林的小師弟 但他又贏不到方丈 為什麼呢 沒錯 很難計 所以我覺得 似乎都是醫生和病人之間 那個信任 那個信任 很重要 還有我覺得就看那個預備動作 就是 這個我覺得較多了一件事 譬如他預備那一刻 已經令我很緊張 是的 這樣就真的 自己也要說不定 是 未必跟醫生的 對不對 是 總之就是 跟咚骨一樣 有時候都會說感覺 跟咚骨一樣 你問我 老實的 誰按下來 有些人喜歡大力 有些人喜歡勢力 有些人喜歡勢力 有些人喜歡推油 我以為是以一個很肚炮的 一個很肚子的方法來比喻 當然醫生也不一樣 醫生其實有一個很正統的手法 要學了這麼多年才會去做 但是始終你還是要把頸子交給醫師 這件事就真是最重要的信用 我也會的 我有一些病人 我有一個比較中挺的手法 我每個病人第一次拿 我都用那個先的 但是有些呢 就是特別硬頸的 或者牠本身是骨蟲來的 是 就是經常打骨的 或者經常會被人弄癌 或是經常性的 你不大力 這些真是難聽說的 你揹牠 牠真的不鬆化 那我就真的要用比較粗暴的那種 方法 對待牠 所以都要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 但是其實頸子呢 還有很多可圈可點 很多問題可以說的 沒錯 今集說不完 留待下集 讓賀醫師跟我繼續 醫師事我們再談 沒問題 沒問題